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上星期林鄭月娥宣佈了 在接下來的武肺疫苗 市民不能選擇哪一款接種 當然這項安排引來很大的爭議 甚至有些醫生也說 市民應該有知情權 知道自己打了什麼落身 好了 今天林鄭這項安排又被打臉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成今天宣佈了 澳門所訂購的疫苗 市民是可以自願接種 政府就不會強迫接種 如果三款疫苗同時抵達澳門街 政府就是會讓市民自己來選 你喜歡打哪一款 政府也不會強迫你打另一款 市民也可以去訂 喜歡打哪一款都可以 賀特首又提到 預計每人大約要打兩支針 金額就不少於五百元 到底澳門街又訂了哪幾款的疫苗 第一款就是國藥集團的滅活疫苗 是由北京生產的 就是大陸貨 第二款就是復星代理的 BioNTech疫苗 產地就是德國 法國 或者比利時 其實澳門就交代得很清楚 起碼的範圍就收窄了很多 三個國家 隨便一個 但是 特區政府只是說 我們訂的復星的疫苗 是歐洲生產的 歐洲哪一個國家 到現在都是說不清的 你哪裏給得到人信心 是不是 就算不打也要得個知智 市民有知情權 你買了什麼回來 你是用公帑買的 不是從林鄭的口袋 不是從林鄭的禮賓府搬錢去買的 到現在都不交代清楚 別人一說就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你要收收賣賣 我都不明白 好了 第三款是什麼 就是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藥廠所生產的疫苗 別人說得很清楚 三款疫苗 而且是可以給市民自己來選擇的 那這些就是做得好 是不是 起碼來講人家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而且把選擇權給市民自己去選擇 你打不打就自己去決定 好閒的 但是林鄭你不是 你上個星期一尾就說 網上有很多污名化 或者是把疫苗事件政治化的不實言論 究竟是有哪些不實言論 不如你逐樣列出來 好不好 一尾就 扣這些帽子給那些異見人士 說別人政治化 污名化 其實市民的訴求都很簡單 就是想有個選擇權來選擇哪一款的疫苗來接種 然後你又說別人拿那個 疫苗的產地來源來說事 那有什麼好說 我只是想問 為什麼現在澳門街政府 別人又可以讓市民來選擇 你又不行 是不是反映得出其實你所說的那些不得的原因 全部都是推堂之詞 別人得你不得就是你有不足之處 這件事是沒得抵賴的 對不對 你不能夠 當每次有人質疑你 為什麼做得那麼頑皮 但是澳門做得那麼好的時候 你就拿澳門的人口小香港10倍這個借口出來推堂 因為你自己看香港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加起來 都是澳門的10倍 你錢就已經擺在這裡 到底這個決斷能力在哪裡 又說香港是亞洲國際都匯 又說紐倫港 可以齊名來比美 到底你林鄭在過去這半年做什麼呢 人家早就已經說要下單去訂購了 你應該要搶救足夠的貨源回來 當然就是啊 訂購了回來沒人打就是一回事 你不要買不夠貨嘛 人家還可以買到夠貨之餘還可以被人選擇 你又說不行 那是你的能力有問題 你沒什麼抵賴這些 不要賴賴賴賴賴 兩個都是特別行政區 兩個都是行政長官 人家的自主權不一樣是有所限制 為什麼人家在局限下能夠做得最好 林鄭在局限下就好像全部趴下了 是不是啊 你不要一邊只懂得想著 老人家就是表中要拆鞋 你先做一些實務事 是不是啊 你跟上邊溝通 要保持良好關係 無可口非的 做行政長官 你實際那些事都要做好才行 人家就是實際那些事都做得好 這就是好過你 是不是啊 人家年初那時候叫你去封關 你又不封 封一點不封一點 封靜一點 搞到吳湯吳水 然後又放生那些海員免檢入境啊 然後又那些不知道什麼 哪裏來的外交人員又免檢入境啊 總之就搞到污煙瘴氣 喂你學習一下別人的處事的圓滑啦 人家隔離負荷特首啊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啊 就推出了一項政策 就說呢 逢親在湖北下來的那些旅客 就要拿著一張的醫生證明 證明得到你是這個病毒陰性才可以過境 但是當時根本上呢 就沒有醫生可以開到這張證明的 就是已經從源頭是變相叫做堵截了啦 凡親在澳門境內那些的湖北旅客呢 就集中處理去了集中營 不是叫集中營 叫隔離營 啊 人家在一個有限空間裡面呢 都盡量來到去想到盡 盡量保持著處事守法的那種圓滑 既固存得到上面的面子 你又不叫封關這個名號 免得大家尷尬 但是也是行到這個封關之實 因為你根本上沒有人拿到這張醫生紙嘛 那別人就是做得好 反觀你林鄭 一味就怕得失上面 只是顧著要擦鞋 而且也是她的性格使然 因為她呢 別人同親她說什麼建議都好 她都當然不會接納的 當然會起床 整天以為自己好打得 啊 於是那些醫護人員罷工 叫她封關 她就不肯就範了 是不是很簡單 這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 那你死不死 還好意思呢 反過來怪責那些市民 什麼抗疫疲勞 喂 你特區政府做了什麼 出樣子才行 在過去整年的 防疫抗疫的過程當中 真的由你特區政府主導 還是其實是由民間自發 好了 這個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也是離譜的 她說我這個星期六市面仍然是人多車多 不少市民就繼續行商場 去元朗觀賞紅葉 如果是不能夠減少人流 就難以截斷這個無費傳播鏈 她認為 政府可以考慮縮減店舖的營業時間 甚至要求非緊急的商店暫停營業 例如發營屋和時裝店 她還說 若果是持續未能控制疫情 就有需要 考慮 類似於戒嚴等的措施 這些是叫做多什麼 你又不從源頭著手 是不是 一爆發起上來的時候 又是賴市民錯 又是市民遭殃 做生意那些真是不得你死 叫人縮減營業時間 叫人關舖不要做 是不是你幫人交租 是不是你幫人出糧 你特區政府 第三期那些 補就業你都不搞 是不是 一美懂得 用道德來去呼籲 那些業主免租 那些人真是神經病的 說話 大哥用一下死人腦 是不是 解決的問題 都不從源頭著手 你哪裏解決得到 才行 一美又想限制市民出行的時間 限制人家的營業時間 有什麼用 最好市民 全部上班才出街 一下班馬上坐車回家 最好 是不是 做人都沒有樂趣 這樣 已經拖延了一年的時間 現在 人家說去看看紅葉 釋放一下門氣 去逛一下商場 振興一下本地的經濟 都要給你隔 那怎麼樣 是不是全部人回家最好 你不是叫那些商店全部撿掉 你沒有從源頭著手 你學一下台灣當初怎麼做 澳門當初怎麼做 你現在在醫院那裏走了 人出來 兩天都走不回來 你對比去年 你拘捕那些這樣的示威者 追人家搞街 都要打破人家的頭 根本上有很大的對比 是不是 你快點去拘捕 那個63歲的 在醫院跑了出來 兩天都找不回來 他到處散 那些東西 是不是 簡直你這樣叫防疫抗疫 不知道在搞什麼 按照這樣的速度來去拘捕那個人 分分鐘那個人好 你都未找得到 好了 最後我就想駁斥一下 那些傳統左膠 凡親在談及到澳門議題上 他們總是有幾大的謀論 第一大的謀論 他們 由派錢 到現在打疫苗 都是這樣說 就說 由於澳門的人口 就是少香港 十倍 所以就不能夠 雙提並論 那時候 香港有不少的市民 要求派錢 那班老泛民 左膠都說不行 因為香港人口多他十倍 那剛才我都已經說了 香港的儲備 都是多過澳門十倍的 已經是解釋了 是不是 你人口少十倍 有什麼所謂 他儲備也少你十倍 還有 根本上派錢就是一件好東西 現在你看今年全世界都學了 歐洲很多國家都有學 英國有學 澳洲有學 美國都學 派了1200美元 證明得到派錢不是一件壞的東西 是不是 如果是那麼差 別人不會派 根本上你特區政府都不懂得理財 你派給他最好 給市民自行來決定怎麼用 那時候那班人經常在反對派錢 不過後來 最後幾年現在又轉了態 好了 他們第二樣的謀論是什麼 就是凡是人家說澳門做得好的時候 他們就搬那套叫做good cop bad cop的理論出來 就是說 澳門做得好是故意給你香港人看的 就是說澳門那些人 他們全部都是做信民 全部都是順應上邊的意思來做 他們肯聽話 所以就有優待了 香港人不聽話 所以就沒有優待了 這樣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垃圾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套垃圾理論背後的基礎 就是以香港為自我中心 你就是假設了為人家那些地方 煩新推出什麼的政策和措施 都是做給你香港人看的 哪有人有空你救你啊 對不對 如果他是故你感受 要籠絡你的民心 就不會在6月的時候 推這個國安法出來 對不對 再加上大家現在有眼見的 港票人士就下來做那些高薪口陸的職位 反而你本地那些大學的畢業生就安排你上去上邊那裏 打工 大灣區那裏做事 那你這個就是換血的乾坤大邏儀 他還怎麼會再浪費時間去搞什麼籠絡民心 何況根本就籠絡不來 經過了去年那件事之後 大家都已經有了立場了 很難改變得到 雖然說了那些什麼good cop bad cop的理論 除了是對的那些人聽之外 根本上有 講不到那個問題的核心 陶傑今天有一篇文章 我就覺得他講得好了 他就說 連澳門的賀一誠做得到的 為什麼林鄭的香港做不到呢 如果能夠同時做到特首 而不用做奴才 請賀一誠教香港的特區政府 行不可以呢 陶傑就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林鄭去做這個行政長官 不是說趴在那裏做的 可不可以站高一點 小小小 小小那麼多 沒有的 有什麼好說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